在第一節我們看過兩場的引進賽 春季冠軍錦標和羅變神錦標 兩場大概是2000米的路程 但其實在四場引進賽中 最長的路程並不是剛才那兩場 而是智朗經典賽 雖然這場是表力賽 但其實我覺得以參考價值來說 可能是四場之之冠 亦因為表列賽的關係 我覺得這場有比較多東西 會在這場看到 有比較多東西 當然有部份的馬匹 盡量想賺前面的名設 有部份可能說千萬不要跑傷 我試準馬有沒有長力都不奇怪 看看這場影片中有什麼馬在跑 幾類馬也有 剛才說試準了 或者在後面小試牛刀 看到前面二勝站在黃箭咀 紅箭咀那一隻結果跑得容易的馬力霸 但其實這場本來 跑這場的時候 我一直很喜歡的就是油獎那一隻 對 但那一隻霸就是發燒 所以退出比賽 那隻叫龍仲登場 希望將來再有機會看到它 也留意一下跑第四鏟衣服的那一隻 大莫勇士 你看到安城人 不斷說幾下就到了終點 不過這隻也有一些… 你剛才所說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一定不會有這種氣量 而且走上來有多輕鬆 而且回頭看這隻馬 本身你看到在上一場之前 是跑一千六 由一千六一下駛上去二千二 而有這樣的走勢 換言之近場的路程也不會有問題 還有我會覺得以往這幾場的印競賽裏面 紫朗卡食的參賽馬的氣量 是平均較好的 就是你很少看到會有短途馬 又或者一里馬 往上去跑這場 但是其他舉權就會有 而且這隻馬也很吸引 大莫之王的呼吸引 胡同夫人當然知道是好事 才會把他跑打比 當然 那隻馬其實進步 其實因為他正在來 上次跑來看都很輕鬆 目標就是鎖定的今場 那胡同夫人當然是力鼎贏過打比 其實也算是一個很好的練馬師 即是怎樣捕出馬 不會捕壞一隻馬 當然大莫之王當年也是胡同夫人 而且他贏過五場一級賽 他對於這隻大莫勇士 有甚麼看法呢 聽我怎樣說 這隻大莫之王 這隻大莫之王 他覺得他有點心態不滿,有點瘋狂 但我告訴你,他有這麼多能力,他不太有趣 他的走路很大,Nash跟我說 你發現我的舌頭壞了嗎? 當然我沒有了 所以我認為他比上紙看得更好 原來曾經在鎮上試過馬安環兒那麼厲害 但回來後,難怪他遇上去 但如果這樣看,他還是跑過第四 雖然好像有點脫脫,但如果不是馬安環兒 可能會更近 看看這次的價錢達到2500米 看他的Halfbrother,絕對沒問題 當然 除此之外,滿利谷平 這場賽事,據阿佳你統計過的數字 參考價值也挺高 看到近10階的維省打比冠軍 有7匹之前一場跑滿利谷的平 有些第一,有些第二,有些落地 之後贏到這場維省打比 這次頭兩名就在這裡 一錘定音,超爽,兩匹馬 你們怎樣排 其實我有點擔心 因為去年就是萬能浩贏 是的 其實我會感覺到 因為這場畢竟是2000米 如果跑得好那些馬 根本牠的長力不到2000米 而僅僅拉上來的話 他們去維省打比,就多數跑得不好 要視乎你覺得一錘定音和超爽 在這場跑得好之後,牠本身的能力 不過怎麼看也好 始終在數字上告訴你值得參考 是厲害的 所以也要看回 到底那兩隻馬 超爽和一錘定音如何在那場分勝負 結果這場是滿地谷上演的滿地谷屏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紅箭嘴 其實出來了,180米直路 開邊那隻就是一錘定音 前面就是超爽 但這場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應該是起步不久 即是起步 這裡一錘定音一直追不到超爽 結果嘗到牠的手敗 但其實起步真的很倫常 亦有一隻就是前根的黃金快驅 回來也算是輸得不遠 即是第四 不過很老實,如果真的要數的話 除了頭兩名之外 後面其實已經超過三個馬位 我覺得又未必會太過有根據 如果你想去找指標 就是頭兩名,較有說服力 其他馬,你們有甚麼… 其實我覺得正如剛才所說 除了一錘定音之外 超爽,我反而覺得 超爽,我會有一點… 不知如何處理,較好 因為其實上次跑滿地谷平時 他第一次跑2040 跑完那場之後,就再加程 但那場如果不是一錘定音的起步意外 他能否贏到一錘定音,又不知道 所以這場也挺亂俊 不過兩隻馬的身形都看得到 挺大分的 超爽加巨大 我看回他的血統 外祖父是King Man Bo 出過多吉那年夏菲特貝 很多是有長力跟腳的馬 所以加上登塔島 我曾經說過,無線都是登塔島 贏到二次五次五次 大家都不可以的時候 可能就憑質素壓到對手 會流血 我會流血 快點 還會流血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